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团体医疗保险给雇主跟员工带来的好处有哪些? 一般在50个人以下的公司雇主,你们是不是还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帮员工设立团体医疗保险呢? 在之前的一集我们也聊过,来补贴员工的保费是不能够轻忽国税局的规定,因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罚款是得不偿失的,那么两全其美的方式其实就是来帮员工设立团体医疗保险,以下的这些好处你都用到了吗? 由于雇主是用公司的名义来帮员工做团体医疗保险,那么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将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考量平均在所有的参保者的这个保费里面 团体保险的这个计划选择相对也比较多,能够符合不同家庭实际上的需要 当然找对专业的保险经济一定不吝啬跟您分享更多的小技巧 第二点,雇主支付员工的保费在选择计划上也是有技巧的 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帮所有上保的员工来设立他们所缴纳的保费是免税的 例如针对一个40岁的员工,每一年大概可以帮他做到3000块是不上税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